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时间是7点33分19秒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是星期三 因为郭正亮跟林家昌两位都不在台北 正亮他今天呢 是到上海去吧 开个会 那因此他的节目呢 我们把它这个 一到礼拜五 那全球快递购的时段 那今天呢 我们等一会儿要做 中国国民党党产的整体的报道 这个题目就叫做 800亿的党产 没有一个是这个正当的 换句话讲 这个题目就叫做 国民党党产800亿 全是不当党产 全都是不当党产的 这个状况之下 究竟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先生 要怎么来看待的党产的处理呢 撤退来台65年 靠特取事业跟掠夺国土 累积800亿的党产 这个不当得利 非常的多 那有三部曲 有这个非常精准的深入的报道 这是荆州刊的梁永黄社长 要提供给大家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报上 对于国民党在本周六的党主席的选举呢 相关的人士 一位叫做陈淑芬的律师 他目前是参与苗栗的 无党籍的 这个自己的这个立法委员的选举 他说 国民党在17号的党主席的选举 是违反党章的 因此他去申请暂时性状态的假处分 究竟情况是怎样 国民党的发言人并没有回应 国民党正在政权的转移当中 党权吧 在转移当中 新任的党主席是朱立伦 那这个前任的党主席 那马英九先生所任命的一些团队 特别是发言人团队像陈以信 前一阵子是范江泰姬骂人 怎么这一阵子又变成陈以信骂人了 好奇怪 好不管怎样 当然政权还在他们的手上了 这些在党里面选举失败的这些 这个干部们 说不定将来马主席还是可以 帮他们安排一些好康的位置 让他们继续的在公职上面 这个来有很多哈好的收入 不太需要像我们一般老百姓那样 单行失业 好失事入扣的朱将人 我们终于跟他联络上了 因为他人在北京 可能北京很冷 电话线动起来了 刚才我们用开水把他那个化动的 学姐好 学姐你在北京大学去上那个什么总裁课是不是 对啊总裁 你去上那个国 你去上国关中心的吗 乌和茂那边的那个课 还是光华管院学院的 是光华管院这儿的 光华管院 那就是我的小学弟了 你住博雅饭店 就在走路就到了 那是我们读书时候的宿舍了 好这个那我这样一边跟这个家昌来聊天 一边就回忆我当时读研别课程的情况 好像八点半就要上课 今天比较晚一点 正好九点 是我们八点半 吃完早餐再慢慢散步 好的 那你刚到北大去上这个总裁课 你就已经到食堂去吃饭了吗 他们那么快就把那个学生的那个厨制卡给你了吗 他第一天的时候就问我们到底什么想在那儿 我说我一定要吃 所以他很快就把厨制卡给我 你已经去吃了自己家了 那一直来北大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真的非常的大 还好 对了很大 对啊 以前当旅客的时候都觉得还好 到西门那里拍拍照 然后到清华对面中关村那里开开会 然后到博雅吃个饭 然后见见老师们听一堂一堂的课 跟直接来当学生的感受差很多 那北大的历史当然1898年就创立了 那在1912年的时候 也就是中华民国创立的时候 他也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 那就一路叫北大到现在了 那当然他有跟在学校正对面 就是清华大学有这个余量的情节 那特别现在的习主席可是清华大学的呢 所以现在北大人都更加的努力 希望能够在各个领域更有发展 那北大是 我认为他的学功是很自由的 但是他的门禁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有学生证甚至有校友卡的话 你连校园几乎都是非常不容易进得来的 除非你是在学的学生或者是你是毕业的校友 那在北大吃饭的这个体验让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到现在他还是提供一个非常物美价廉 那可以让大家很快填饱肚子 但是在食堂上你会听到非常哄哄的讲话声 大家一直都在讨论事情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 好这个因为他们那个每一个宿舍都有食堂 而且很多大楼都有 那但是都要用处置卡 那你又没看到他们去洗澡更有意思了 因为他们在宿舍里面没有洗澡间 有的时候需要到外面的洗澡堂 就是学校的洗澡堂洗澡 然后就拿一个小小的塑胶的小小盆 拿着他们的什么洗发精啊 这个淋浴精啊 好可爱哦 还冬天呢 好那个食堂 我吃过包子耶 那好便宜啊 好像一餐两三块钱吧 人民币 它有那种盘菜 就是一碗一碗的菜 或者是帮你搭配好的配 等于是整个配饭就对了 就是一个白饭配两三个菜 大概都在三块到四块人民币 那你在哪一个宿舍区吃的饭 比较靠近 因为我们有几堂课在晨熙人纪念馆 这已经比较靠近莫名湖这边了 对所以说就是比较靠近这的食堂 那十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每个学生在吃饭的时候 大概青春无敌啊 大家聊的可能是生命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更多的 特别是我有一次到比较靠近中关村的附近的食堂去 不得了啊 所有的几乎都是 已经有很多可能有在合作的案子 或者是已经要商业化的一些的样貌的那种学生 还是要在一边吃饭 我认为他们搭配的是梦想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人家没说大叔啊 你来干嘛 我们是我们来求学嘛 长知识 而且要来当扣扣姐的小学弟嘛 好啦到底你吃了什么啦 这个食堂 食堂里面的饭菜其实是很一般的 大江南北 从什么辣子鸡丁 麻辣豆腐 什么番茄炒蛋 什么都有 那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面食 像扣姐刚刚讲的 不论是包子 馒头 或者是混沌汤 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主食 那当然 我毕竟是一个比较短期的过客 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 就非常认真的观察身边的这些点滴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光是这样吃饭的气氛 大家都有在讨论这些 关于未来 关于事业 那甚至关于生活一些的那种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而且他的收费非常的低廉 就像扣姐讲的 其实因为他们尽量在每一个宿舍 就是在学生聚集的地方 都能够有个比较大的市场 那他的动线跟他的这个 因为他不收现金 所以你一定要用厨子卡去付钱 所以他整个的规划 我认为是非常的完善的 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万人左右 万人水准的这种学校 所以说能够有这样的管理规模跟制度 我也觉得是一个国际等级学校 需要去留意 那当然这次到北京来 因为这个课程 那我在这里静下心来 好好地念了几天书 那但是因为非常多的老师 还有非常多的学长 也都很希望能够跟我们多所交流 所以他的也带了我们去 他们心中认为北京最好的餐厅 所以我待会要跟大家介绍一间 有世界级水准的西餐厅 不论从服务水准 餐饮的水准到环境 我告诉大家 他都已经有米其林三星的水准 这间餐厅让我跟在北大食堂的这里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但是两个都是正向的 让我有一种很混搭 很fusion 也是我这次来北京 从心里面的心 从心体验的这种全新感受 我的天哪 全北京最好的餐厅吗 其他餐厅可能会用口水把你淹死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林家商人在北京上学 官华管理学院的总裁客 他吃了这个食堂 大概不到台币 40块钱的一餐饭 但是他还有一个米其林的经验 告诉大家 这是天上人间啊 不过告诉你 北京天上人间 听说现在已经不营业了 好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接下来林家商人在北京 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家在北京的米其林餐厅 而且是全北京最好吃的 叫做 我认为不光是全北京 全世界呢 他不光是全北京 我认为他可能是全中国未来餐厅的一个典范 他是谁带你去的 他就在古宫的正后房 走路大概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到 古宫 那他就是把一个 几乎是全北京最古老的寺庙去改建的 那他的年份大概有600多年的 这个等于是一个古迹 那他不是破坏掉这个古迹 而是在古迹里面做了很现代的一个装潢 那他的名字叫做Temple Restaurant 你问我他有没有中文 他没有耶 他就叫Temple Temple就是T-E-N-P-L-E 就是尿的那个意思 Temple Restaurant and Bar 他的简写叫做TRB 那我要告诉大家 你上网去搜寻一下TRB北京 你会发现到 全世界各地客人的疯狂回应 那他目前像我们昨天晚上去用餐的时候 国外外籍的人士的比重大概高达了至少是三分之二以上 那我先跟大家讲 他的环境 他是一个已经是600年的历史的庙改建的 那他叫做祝松寺 那他是一个抱歉 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寺庙 然后他旁边是非常老的胡同 所以说你车子要开进去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所以他 他那个非常古老的氛围就维持得非常的好 那同时他不光是为了做餐厅的生意 他在整个庙的区块里面 也有很漂亮的艺廊 以后也将要规划去做Hotel 所以他保留了很多很棒的空间 同时他融入了当代的艺术 包括了光影 包括了声音 所以不论是你是白天到或晚上 虽然不像真正的寺庙 有僧人的底骨民宗 但是他还是有那样子的音效 让你仿佛就维持在那种古老的氛围里面 然后最有趣的 在这个松寺 就是松 就是松毡的松 松祝福的祝 然后松祝寺跟这个自租寺 它是两间寺庙合在一起 所以说它的立地非常的广大 那它提供的主要是欧陆的餐店 那老板是一个环游过全世界 而且在米其林三星 非常多间餐厅 当论过金牌士酒师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 是中国人吗 老板是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酒窖 而且它的酒的裤肠也绝对是全中国数一数二的 那我跟大家讲 这么漂亮 我这样描述到现在 大家一定觉得说那这个用餐一定很贵 我告诉大家 它的套餐 也才450块人民币 算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那如果说像周末的早午餐或什么 也都在300块人民币 也都大概1000多块左右 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餐厅 而是采取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价格 而让大家能够享受它的用心跟这样的环境 然后我昨天在那里吃到了几道 让我非常惊艳的菜 包括我在中国很少吃得到很满意的海鲜 但是我昨天在那里吃到非常非常棒的 就是它的那个生蚝 还有非常非常棒的龙虾 然后它在肉类的处理方面 昨天它竟然提供了鹿肉 这是我比较惊讶的 因为在中国对于这样子 比较真正欧洲风格的这种野味 是比较避之为恐不及的 因为中国人好像对这样的这个接受度好像没有很高 但是它还是提供了全正在秋冬季 欧洲人会使用的菜单 这都让我非常的amazing 除了硬提好菜色好 我告诉大家它的服务但是无话可说 我从头到尾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 而且所有的服务都非常的平时 而且到位 服务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的服务还是 有很多的外国的领导 但是也有很多是有本国中国籍的服务员 所以我整个感觉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我下次再来北京 就算只有两个人 我也想要再来体验一次 能够维持这么愉悦的感受 我昨天晚上在那里享受了我2015年最棒的一餐 到底那东西吃什么呢 吃什么菜 主要都是欧洲的料理 那昨天的SET的菜单 或Uptizer开始 哦对了我忘了提到伊比利火腿 因为西班牙的伊比利火腿有一段时间 老公现在正在搞伊比利火腿呢 想要推到大陆去呢 对对对 它本来是不太能够进到亚洲来 因为包括琴流感还有一些检疫的问题 但是在去年开放了 所以说现在不是在台湾或在中国 好的火腿也都陆陆续要浮上台面 我昨天吃到就是非常顶级的伊比利火腿 那让我一开始就非常的amazing 然后它的amuse bush也就是每一个餐前 它招待我们吃的那种小点心 也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可口 那主菜刚刚提到了包括了龙虾 包括了汤品 包括了这个鹿肉的主菜 都非常的让我喜欢 那最重要最重要 也是Coco姐喜欢的 在甜品的部分 我告诉大家真的很棒 而且在正式的甜品完之后 它会推一台Charlie来 也就是所谓的甜品车来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 finger cookie finger dessert 包括了棉花糖 包括了水果软糖 包括了松露巧克力 包括了各式各样 它精心制造的小小的甜点 都可以让你在饱餐一顿之后得到更完美的ending 它就等于说是做给外国观光客 这个的一个经营的餐厅咯 这其实是有点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Raw或什么 我认为它其实并没有刻意要营造一个只给外国人的感觉 但是它是把外国好的那种食物的品质 服务的水准 对硬体环境的要求带到中国来 我认为中国人对于这样子的消费机构其实可以接受的慢慢的这样子的水准如果能够被大家理解的话 我认为中国的服务业也难怪可以这样子非常的突飞猛进 我每来一次中国我心里的感受都是觉得哇又往前跨了一步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人家的餐饮界餐饮业都已经这个进入另外一个神速的发展了 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吃这种类似这样的高档的西餐店的时候 你总觉得它的服务可以可以的对不对 那他们倒还希望说到台湾来学习一下 可是现在它都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了 因为有全世界最顶级的资金团队跟很大的消费资产在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我昨天早上还在上孙子兵法 昨天晚上在那里我就哇感慨真的两多 所以说我们必须真的要加紧脚步来完成每一项的挑战 不论是在我个人的课业或是台湾 那你比较一下我们的那个龙吟啊我们的江振臣啊什么的啊 有没有这个也可以这样子非常高档的来这个神速的竞争呢 可是你看寇姐你讲那都不是真正的台湾人 那他们也是法国人做老板啊又不是北京人做老板 对的我一直说就是说当然他们在台湾也都 不论是江振臣或者是荣英的三本 他们都很愿意把他们好东西带来 但是我们台湾人还是要找出台湾真正的好的东西 可以外销输出真正的帮台湾就像过去输出笔电输出什么 我们的软实力不能再只是用嘴巴讲 那我们101有那个啊有那个啊信业他做的101啊 我们不是还有金鹏来啊等等 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是要真的再规格化再精致一点 那千万不要再拿王品来当例子 因为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王品是评价啊你的意思其实我我觉得北京他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他有一个文化的深度 那所以他有个temple restaurant你在台湾 就算就算你在我们的这个什么万华啊 这个啊弄出一个什么temple restaurant 那个味道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没错嗯好那故宫的后面呢 在故宫后面弄个temple restaurant 我看这是独一无二的 好赶快飞奔到北京去 谢谢家长好好上课哈 不能只吃喝玩乐哈 嗯一定 哎拜